我跟伊斯兰朋友很多,跟他们交流,我就提到,佛跟中国传统文化,儒跟道,这是佛的方法,就是戒定会。 这个方法传到中国之后,儒采取了,道也采取了,都主张,都照做,应接得定,应定开会。 教学的目标目的,是要他自见,自见之后,他提出他的说法,跟老师在一起探讨,老师给他印证。 不是老师讲给他听,是他讲给老师听,老师给他印证。 这是中国教学法了,智慧的教学法。 指示叫读给你听,教你剧斗,教你,对于学生,读出学生,读一百遍,读两百遍。 读一百遍,他不会忘记了,常常要问习,天天要读书,就一百遍,一闷深入,不能读,读就砸了,乱了。 一,容易专注,容易得一心,太多了,得一心困难。 开悟之后,你却流来,一看就懂。 所以,佛经上有记载,龙树无散,开悟了。 二,学习释迦牟尼佛四十九年所说的一切经,用多少时间,三个月,全球完了。 能不能相信,难。 我们在中国看到,慧能达四,开悟了,不认识四,一切经,你念给他听,哪个地方你有问题,他讲解给你听。 他一点没讲错,讲解让你开悟。 不需要听完,你看,发达城市。 到朝西乡的请教,发达度发化经三千别。 那,见面,对六祖行礼三拜,头没着地。 那,起来的时候,六祖就问他,刚才三拜,头没着地,你有什么值得骄傲的? 他也很老实,我送方华三千佛。 三千佛要十年了,十年了,一门神佛啊,尝试寻修啊。 啊,六祖问他,发华说些什么? 他说不出来。 向六祖请教,六祖说,我没听过,你念得很熟,念给我听听。 发华经二十八篇,他只念到第二篇,方便篇。 六祖说,行了,别念了,我全知道了。 讲给他听,他开悟了。 啊,磕头,头上底了。 啊,这是什么?开悟了的时候啊,这又不仅哪里要念完啊? 啊,随便在那里念几句,他一天,圈头。 所以,释迦阿摩尼佛四十九年,说说一切,这一步大藏剑,三个月时间足够了。 不是叫你一个字一行,就看不是啊,看几句就圈头了。 这是本能啊。